大家好,我們是今天的導覽小煎餅 我是楊恩玲 我是周玉葵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幅畫叫做《讓女三情》 就讓我們帶著大家走入畫裡吧 這幅畫的長有82.8公分 寬有52.8公分 目前收傳於台北服務院 是由宋輝中所謂 在製作這幅畫時,她的內心充滿了希望、理想、愛情和富貴的憧憬 由此就可得知,宋輝中對繪畫投入了許多的熱情 皇位繼承權排行第8的她 對於政治還有權力並不感任何的興趣 但因為哥哥們種種原因無法順利繼承皇位 使得她也不得面對自己的命運 宋輝中對繪畫有十分精湛的研究 尤其擅長花鳥,她將常見的詩物呈現於畫中 能詩、善書可以算是詩術畫三角的藝術家皇帝 而她認為這幅畫最重要的就是對自然界做仔細的觀察 由此圖就可得知,宋輝中的觀察能力十分的敏銳 看那白頭翁靜靜地立於這幅畫的天地之間 填飾地望著左方,帶給觀眾無限的平靜與安詳 畫幅的左下方詩於三情清義太,沒份更輕柔 已有單親約千秋指白頭 這首詩和詩意是否象徵著揮中與她妝愛的廢話 已解下千年之約了呢? 這幅畫呢有一雙三情位於這枝雅之間 而她們的姿態嫌疑而沾染 而梅花的芬芳粉嫩 則顯露了清雅的癥結與柔美 我們都相信這應該就是白頭偕老的永恆意象了吧 蔣勳說,已有單親約千秋指白頭 從更生一神的象徵來看,是一位與悲劇結束的帝王 徽宗任用蔡金,以至金兵兩次攻陷變金 她與清中三千多人等被俘虜 史稱靜康之亂,被受滅亡 徽宗也成為了王國的君主 而在她那千秋萬世的歷史中 人們敬愛她並不是身為一位帝王 而是身為一位品德不凡的藝術家 而這幅畫呢,畫的不是普通的辣梅 這幅畫所畫的是平凡的白梅 由圖跟畫名可知,標錯畫名的可能性極大 圖中呢,用寒冷的季節來表示對生命的堅定 而看到白頭翁緊緊依偎在一起 而是讓人感受到人世間的愛情 也同時感受到空氣中的寒意 我們的導覽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